今天我们用三分钟快速理解网络安全 以基本安全概念 当我们提到网络安全 可以想象成我们的家里有所 警报和监视器 以保护我们的家和我们的物品 同样的 在网络世界中 我们也需要类似的保护来防止不良之徒进行非法活动 请想象一下您的家中没有任何门锁 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 这种情况下您的物品会不会容易被倒 网络上的状况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足够的安全措施 您的数据和资讯就可能会遭到窃取或损坏 二加密与解密技术 加密和解密可以看作是一把特殊的锁和钥匙 当我们要传送资讯时 例如密码 信用卡资讯等 我们会使用一把锁将它锁起来 只有拥有这把专属的钥匙的人 才能解锁并查看这些资讯 案例 请想象一下你写了一封秘密信给你的朋友 但你不想让路上的任何人读到 所以你把它放在一个上锁的箱子里 只有你的朋友有这把钥匙 他就可以打开它并阅读这封信 三网络攻击极其防御手段 想象网络是一个庞大的城市 里面充满了好人 但也有不少坏人 这些坏人 骇客经常使用各种手法来盗取 破坏或干扰正常的网络活动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城墙 警卫和安全检查来保护这个城市 案例 您可能听说过某个大公司的客户数据被盗取 这是因为骇客找到了他们的系统中的弱点 就像一个贼在城市中找到了一个没有警卫的入口点 从而顺利进入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我们可能不需要成为网络安全专家 但了解这些基本的概念和如何保护自己 是非常必要的 就像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需要知道如何锁门 不与陌生人谈话 以及避免进入危险地区一样 我们将这些网络知识都简单化讲解 感谢各位收看